记得是二十多年前的某一个暑假 我在哥哥家 他给我播放了一个清晰度不太高的视频 我估计可能连480P都没有 里面的主要人物是三个弹吉他的男人 一个光头 一个花衣男子 还有一个金发少年 此时此刻你一定知道我在说的是 97年的G3音乐会 当时还是小学生的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去弹吉他的方式 也从来没有听到过 如此动听的吉他音乐 就在那一刻 他们在我的心里种下了一颗 电吉他的种子 熟悉我的小伙伴都知道 我最喜欢的乐器其实是鼓 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 我才真正的对电吉他演奏这件事 开始产生了兴趣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在这三位当中年纪最大 也是在吉他界最特别的存在 他就是Eric Johnson 以及他的这款最新的签名款 Virginia 相信肯定很多小伙伴跟我一样 在不查资料之前 并不知道在他们三个当中 Eric Johnson是年纪最大的一位 在1997年的G3 Live上 Eric Johnson已经43岁了 直到今年2022年 Eric Johnson已经来到了68岁的年纪 前段日子他们三个也都在自己的印子上 发布了最新的G3他们三个同框的图片 开心的同时也感慨 这个岁月从来没有饶过谁 时光的印记终将盘满每个人的脸庞 从音乐 音色 创作 演奏 技法 这些角度 相信很少有喜欢吉他演奏这件事的小伙伴 没有去研究过Eric Johnson的曲子 哪怕只是一些片段 对吧 其实就连现在在美国当红的几个吉他大腕 都深受Eric Johnson演奏的影响 那么为什么说Eric Johnson是一个如此特别的存在呢 作为一个吉他艺术家 他并不像G3的另外两位那样 在视觉 舞台表演 甚至音色科技这些方面 那么的与时俱进 但是他独到的音色品位 对于和弦 和声理论 包括五声音阶的理解 加之他极其复杂的演奏手法 都让他的音乐听起来非常的语终不同 而且极难被模仿 前段日子 我鼓起勇具去弹那个现场版的SFV的时候 深有体会 我可能很久很久没有如此认真的去准备一个 一模一样翻弹的音乐作品 或者说去准备一首别人的演奏曲了 为了一遍过 我在当天录制的时候 大概弹了20遍左右 所以我也就在地上捡了20回那个滑瓣 他的歌确实演奏起来太难了 并且这其实还是Erik Johnson经典的作品里边 乍一听起来最简单的一首 那么在今天节目的结尾 我也会为大家奉赏 我亲手制作的SFV的这首伴奏 谱子我也没有 因为我也是听着扒出来 综上的种种原因 我自己非常的喜欢Erik Johnson 特别是对于他的音色 以及他对于五声音阶的处理 直到我在MS及他孙老师那看到这把琴的时候 丝毫没有犹豫就把它收下来了 也算是圆了自己一个小梦吧 在把玩它的过程当中再次给自己一个继续学习和感受的机会 直到我深度的在这两个月之中使用了这把琴以后 最近用它录了很多歌 包括编曲制作等等 新专辑的创作都有用到它 对这把琴我有了一个更深层的体会 所以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如何看待这把最新款的Virginia 以及为大家分享一下它的一些特别之处 这款琴发布于2020年 是Finder和Erik Johnson合作的最新的签名款 并且它属于一个全新的系列叫做Stories Collection 故事系列 那么除了这把 它还有一个Master Build的版本 是由前一阵也离开了Finder的至今是Carlos Lapis来制作的 售价好像是1万多美金吧 那把是Relic的 而这把是没有做就的 这把琴的原型就是用Erik Johnson那把自己最经典的 大家都熟知的同名琴 Virginia作为蓝本 之所以会叫这个名字 是因为当初它在偶然间拆开这个琴的神器的部分 在电路上发现有一个签名 那个签名写的就是Virginia 我估计这就是当时制作那部分零件的女工的名字 但是很遗憾的是Erik Johnson 把自己的那把Virginia的原琴给丢了 所以他在和Carlos一起制作这把琴的时候 大量的参考的都是曾经的照片 视频 音频 以及他对于这个琴的记忆 包括他现在的一些需求 大家都知道 Finder以前跟Erik Johnson合作出过了非常多的Signature签名款 但是这把上那些非常特别的设计 也是导致我买它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咱们从头开始说 首先是琴头 很多朋友在第一次看我演奏那首SRV的时候 会误认为这是一把56或者57 其中就是这个东西很关键 因为这把琴本身是54 但是在54上应该没有它 这个是应Erik Johnson的要求加装上去的 然后我们来说说它的琴镜 这个琴镜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纸板弧度 它的纸板弧度是12 不同于大多数的Finder纸板 就是相对而言非常的平 然后它用了大号的品丝 比较厚实的手感 边缘的这个弧度 以及相对而言比较低的出场弦距 让这把琴的琴镜有着非常棒的演奏手感 然后它是21品 接下来就是琴体和实音器部分 也是特别值得一说的 在上世纪的50年代初 Finder的创始人Leo Finder先生 主要使用Ash作为垫底的琴体的材料 但是极个别的时候 也会使用一些其他的木材 其中有一种就用在了这款琴上 它的英文名字叫做Sassafras 中文名义为叫做擦木 就这个木头这件事 就连Erik Johnson本人也是在他那把琴丢了以后 他才知道这个细节 为了还原Erik Johnson那把琴的那种特别的振动感 在这次的签名款也使用了这种木头 Sassafras的木纹其实和Ash挺相近的 现在在其他的一些Finder琴上 比较少的使用这种木头 也会有 但是我见过的几把都卖的比较贵的那种Master Build什么的 也许也有便宜的琴在用 但是我并不知道 自己对于这把琴的木质的亲身感受 仅建立在这把琴上而言 我对它的评价是它的振动更加的平衡和绵密 低音也相对而言会少一些 并不一定每个人都会喜欢这种特性 但是我在最近录音的时候 用它的感受是非常好的 接下来是实音器 也是非常特别 非常直接的一个部分 我们先来听听各个档位的音色 Clean Tone和Overdrive Clean Tone和Overdrive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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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你并没有听错 这把琴在它的二档国外是四档 这个档位上发出了非常特别的声音 就像Gibson 大家看我前一阵弹的ES345上的Varitone 那个钮达到的一些效果 比较感性的形容 就是它可能会听起来像收音机一样的那种音色 就是因为它特别的设计 它把这两块试音器在这个档位上做了反向 在视频的结尾 我会和大家说一说我如何看待这件事 它这两块前试音器用的是50年代后期的 偏向于高功率的Finder单试音器 琴桥试音器则使用的是Dimardio的HS2双线圈试音器 但这个双线圈采用的是上下重叠的结构 所以它表面上看起来还是一个单试音器 但是它的噪音会相对来说降低一些 最后是琴桥细心的小伙伴可能很早就发现了 这个琴的最后一个高音异弦的弦码和其它是不一样的 Eric Johnson当年为了降低异弦的高度而设计的 而且在这个全新的弦码上 他用了石墨的涂层 Eric Johnson的原意是想让它的高音听起来更加的平顺 不那么扎耳 后面的状态是一个五根弹簧拉紧的这样一个状态 关于这把琴的整体的演奏音色 相信大家都已经在我之前的SRV那首演奏当中完整的听到了 但是我为了方便后期去调整音色当时使用的是软音源 那么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这把琴Virginia非常的特别 也寄予了很多的情感和故事在这把琴上 对于喜欢Eric Johnson的小伙伴 它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收藏品 其实对于Eric Johnson本人而言 设备固然不能马虎 但是其实更多的是源于它的演奏和创作 就像其实Cliff of Dover那首歌 在专辑的演奏版里使用的是一把SD录制的 乐器最终还是要为人去服务的 没有这些音乐家去创造这么好的音乐 我相信这些乐器品牌的价值也就不见得那么成立 所以我始终在我的频道 呼吁这些所有热爱音乐的小伙伴们 人始终比乐器重要 包括我们去聊一个事 它不仅仅是手或者所谓技术的问题 因为心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那个味道不对 所谓的技术再好也解决不了那个问题 而这个味道完全来源于你的内心 你对于音乐的理解以及你的爱 那么对于买乐器而言 如果你喜欢并且买得起就买 并没有哪样乐器就一定更好 没有哪把琴我们就玩不了什么样的音乐 这些都是不存在的 那么最后祝所有的小伙伴都能开心顺利 每天都与好音乐相伴 独立思考创造美好的人生 很快7月底我的巡演就将见面了 最近的三场在7月底分别是西安 鸡蛋和郑州 咱们现场见 我是潘国风 爱音乐 李栋爱分享 重新定义我们与音乐的关系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关于这把琴的二档 其实我拿它试过了好多在录音当中 很特别 很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它还是可能更适合于演奏单线条的旋律 无论是可灵通还是过载 就是单独的单条的声音 如果它是和弦的话 包括你如果用立地声的弹法多鬼去录制 在音乐里还是会听起来让人有错觉 有那种并不是特别好的感受 所以 Eric Johnson本人很喜欢 但我并不是Eric Johnson 没办法完整用它的演奏方式去使用 作为一把可以拿来用的 我很喜欢它音色的这样一把琴 我还是会去改装它 把它改装成我最喜欢的二档正常的状态 在这顺带和大家其实分享一下 我个人对于Fender的五档神器的一些选择方法 一般歌的最前档的时候 会去弹一些相对来说饱满的声音 但是这把琴的 由于它的低音相对来说是少的 所以其实它的一档和正常的Fender琴的二档有点像 介于那个之间 但是你想要二档更清脆更透彻 声音的时候它达不到 我更多的时候在特别是弹唱 需要唱的过程当中 我手里要弹伴奏的时候 我非常需要二档的音色 我又不能总使用这个四档 因为它控制起来会不太容易 拍完了 我终于可以拿这把琴去改装了 另外我觉得它虽然不是Custom Shop 也不是Master Build 但其实就像我那一把Black One一样 它是一个很特别的这样一个系列 它的质量是很好的 特别是在最近大家知道夏天 这个湿度温度 包括家里开空调变化很大的情况下 它是我目前放在外面 搁在屋子里暴露着的这些琴里边 状态非常的稳定 后面的现场里可能会使用到它 虽然功率比一般五年代早期的琴要高 但是它并不是特别的现代 整体还是偏复古的感觉 特别喜欢复古的声音 所以这把琴呢 买它呢 真的是出于对Eric Johnson的喜爱 然后买完了以后发现 确实也很好用 进入到了夏天呢 最近也越来越忙了 还有些有趣的新节目 会在我的巡演间隙努力的为大家制作更新 如果到了你所在的城市 或者你附近的城市 如果你可以来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巡演现场 给我精心准备了 咱们等了这么久的 潘洛峰的2022年的巡演 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咱们现场见